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将有了戒备 单枪匹马 肯定不行 陛下 若是您有什么应对之策 一定要告诉于儿 于儿一定竭尽所能 说他真是昭若之辟的忠臣遗孤 陛下 陛下 朕想派张忠如前去芦丛 评定芦丛之乱 但解决芦丛一事还不够 眼下还须 领辟袭警 比如 争调各方兵马 陛下的意思是 从各地截度使要兵 没错 藩政割据 一直没有叛乱 一是邱子良的因为 而是彼此忌惮 这个时候 如同要是战得先机的话 怕是截度使们 都不愿意看到 所以找他们借兵 希望很大 是的 但是邱子良 是不可能让截度使们 联合起来为朕所用 他必会阻拦 都什么时候了 国都要没了 国都要没了 他不过是 一介燕奴 对他来说 谁当这个皇帝并不重要 也许莽夫上位 比他来说更为有力 不服的人越多 他就越能控制这个朝堂 不生气 不生气 我是替陛下生气 朕不气 那我也替陛下生气 全天下的人都觉得 是陛下抢了皇位 可事实呢 事实是先帝 给囚子良的权力过大 把他养得那么可怕 最后又把烂摊子 甩给了陛下 这样的皇位 谁又想要吗 玉儿 谢谢你 这是陈殷敬的制作 陈不灵险 之前重重疾难 如果是为了让朕遇到你 谢谢 那么即使有证一日 查出朕是你的仇人 要为此付出代价 朕也觉得 是值得的 swinging 到了 我们 аб树 去扔了 后来 挺快啊 果然是你 是我 你让人将我带往边境 想撵我出星途 我只能告诉张将 如今恒安内乱纷争 他只管大胆趁虚而入 当年你父谋反失败 牵连家眷 杨卿被逼入宫 成为郭太后的士逼 受尽侮辱 受尽侮辱 最后还不是当了妃子吗 他没有选择 他为了活着 他凭什么活着 他为什么不去殉葬 丈夫死了 他若是真猎女子 就该跟丈夫一起去了 还有脸承欢 敌主 剩下你